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大蒜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一种食材了 不论是炒青菜还是炒肉 放几粒大蒜都可以给食物起到增香的作用 而且大蒜的吃法还不只是用来搭配蔬菜和肉类 还可以用来直接腌制做成糖蒜或者酱油蒜 不同的调料腌制出来的大蒜口感依然浓厚 再融入调料的味道就非常的好吃 有些朋友还喜欢生吃大蒜 直接就着面条一起吃 哪怕只是一碗清汤面 就着几瓣大蒜 就算没有肉也很香 大蒜当中还有一种叫流化丙烯的蜡素 这种蜡素的杀菌能力可以达到青霉素的十分之一 所以平时适当地吃一些大蒜 就可以起到清洁口腔杀菌的作用 只是大蒜的气味比较重 有的时候吃了大蒜 那气味就会留在口腔里 影响跟别人的交流 这个时候其实也有办法 如果有花生米就可以适当地吃几粒 那么嘴里的异味就会消散了 没有花生米的话 喝一些牛奶也可以起到冲淡异味的作用哦 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 大蒜放在超市里 似乎放个一两个星期都不会发芽 但是一买回家 每两三天就有发芽的趋势了 作为天天做菜都需要用到的食材 一次买的多了 又赶不上它发芽的速度 买的少了又要天天买一些 真的很不方便 其实大蒜在超市里 不发芽也是有猫腻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说 大蒜在超市不会发芽 一买回家没多久就发芽的主要原因 一起来看看吧 原因一 超市环境温度稳定 超市一般都是全天候开空调 降低室内温度的 因为在生鲜蔬菜的这一类别里 大部分的蔬菜水果都需要低温储存 而生鲜肉类就更不用说了 会放在专门的冷冻柜里 大蒜在上市售卖之前 会先进行干燥处理 到了超市以后 就需要维持好室内的温度 并且保持干燥 这样就可以延长大蒜的保存时间 因此 咱们在超市选购蔬菜的时候也会发现 一般蔬菜区的温度会比其他区域要低一些 就是要给这些蔬菜水果保鲜的 所以大蒜放在超市里 因为恒温并且低温的环境也不会发芽 原因二 超市量大走货快 超市人流量大 那么对大蒜的需求也是会更大一些的 一批大蒜上架之后 最多不会留存超过三天 基本就能全部卖空了 所以每天超市的蔬菜 几乎都会有源源不断的供应 咱们虽然每次都是固定一个时间 或者偶尔才去采购 但每次买到的大蒜 也都不是同一个批次的了 所以在留存时间短 走货快的前提下 我们去超市购买大蒜 基本也很难看到有发芽的大蒜 因为大蒜在还没有来得及发芽的时候 就已经卖完了 以上就是为啥超市里的大蒜 总是很少发芽的原因了 卖得快 再加上恒温的环境储存 一般存放三天左右都不是问题 更何况有些超市进货量比较小 当天的卖完就不再上货了 那么就更没有买到发芽大蒜的可能了 咱们买回家的大蒜 其实想要买回家的大蒜延缓发芽 也是有方法的 而且简单有效 大蒜放一两个星期都不是问题 现在也把有效保存大蒜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方法一 食盐保存法 咱们把大蒜买回家之后 放在一个塑料袋里 然后再准备一个纱布或者是茶叶包 往茶叶包里倒入一些食用盐 把食盐捆好之后 跟大蒜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食用盐具有吸潮的作用 放在大蒜里就可以吸收大蒜周边的水汽 大蒜缺少水分保持干燥的情况下 就不会容易发芽了 方法二 放进米缸里 在农村保存大蒜 基本都是把大蒜晒干之后 就丢进米缸里储存了 大米当中含有丰富的活性碳 可以吸收大蒜的水汽 而且米缸当中基本都是恒温的 也可以给大蒜造就一个天然的储存环境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是大米在储存的过程当中 也容易生虫 咱们把大蒜放进大米里 大蒜的气味就可以给大米驱虫 所以把大蒜放进米缸里 不论是对大蒜还是大米来说 都是有益的 以上简单的两个方法 都可以给大蒜起到延长保存期限的作用 平时买大蒜比较多的时候 就可以用上这两个方法 简单又有效 以后多买一些蒜也不用担心会发芽了 在家也能种大蒜 水培 一,选取比较壮实的大蒜 而且是要已经发芽的若干个 找来一盒合适的容器 盘子或者碗是最合适的 其他的也行 二,将大蒜一个个包开 包成一半一半的 将外面的一层皮剥掉 露出里面光滑的蒜肉 然后摆在我们已经选好的容器中 注意不要摆颠倒了 将发芽的部分朝上 三,朝容器中慢慢地注入清水 清水不要加太多 没过大蒜的底部就可以了 水注入太多的话会使大蒜窒息 四,过个两天左右 你会发现容器底部的水变得浑浊 这个时候就是提示你需要换水了 所以每隔个两天左右 就需要给大蒜换水 要保持水的新鲜度 但是刚开始种植大蒜的时候 可以连续三天左右不换水 让大蒜适应一下环境 有利于生根 之后的话换水的次数就可以频繁点了 一般情况下 水培的当天 你就可以看到大蒜生根 两天左右就可以看到绿色了 五,等到大蒜长起来之后 就可以采收了 平时烧饭的时候 就可以取一些来当做菜的佐料了 但是要记住不要连根拔起 只取绿色的部分 等到取过两三次之后 就把白色的部分也食用了 下一轮的种植就可以开始了 土培 一,选取大小适宜的花盆 因为要进行土培 就需要在花盆中装入适当的土壤 小的盘子或者碗就不行了 所以要选择大一点的花盆 再选取壮实的大蒜材料 二,选取营养丰富的土壤 最好是原地里面的土 将土壤装入准备好的花盆中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花盆填满了 用土壤将花盆填满三分之二的 就可以了 三,将选好的大蒜一个个剥开 然后把外面的那层薄皮也给剥去 接着将剥好的大蒜一个个地插入花盆中 记得大蒜与大蒜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距离太近的话不利于大蒜的生长 将大蒜的蒜瓣插入土壤之后 再取一些土壤覆盖在蒜瓣上 不要太厚 一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四,将蒜瓣种好之后 取来清水 慢慢地浇在花盆中 让水慢慢地将土壤浸湿 等土壤把水吸收充分之后 再慢慢地倒入清水 直到土壤表面有一层水时 就可以把花盆放在阳台上 等着大蒜发芽生长了 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两天左右就要给大蒜浇一次水 二十天左右 大蒜就能够长到二十厘米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吃的时候用剪刀把绿色的部分剪下来吃 底部的根留着 一段时间后还可以长出来新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